來運動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節目 台北股市昨天漲200多點 今天又繼續漲 漲了400多點 兩天就漲了快700點 前三天跌了1000多點 一下忽漲一下忽跌 那當然在這一兩天的上漲 尤其今天的上漲 還是跟俄羅斯跟烏克蘭的一個 戰事的消息裡面有關 所以到底這個盤是不是止跌了 到底這個盤是不是見底了 還是說見鬼了 這東西我們該會慢慢再做分析 因為有一些很詭異的東西 等一下我慢慢跟你講 我們上次看今天的盤 這樣整個指數呢 直接跳空開高了 漲了400多點 那個震盪很大 忽大漲忽大跌 忽大漲忽大跌 有沒有 那當然這跟國際股市的盤是有關啊 昨天歐洲盤 這一波的歐洲股市 說句實話真的是 算是最弱勢的 從高點大跌下來 已經跌超過兩成嘛 那如果說以歐洲股市的角度來看 跌很深 這裡有反彈算合理啊 稍微有點修正關係也算合理啊 可它昨天一天大漲7%多了 所以大家會想啊 哇那到底是不是戰事快結束了 那昨天的美股也是這樣嘛 不過美股我們老實講 你說漲到哪裡去還好 倒球也沒什麼量啊 就在那邊維持區間嘛 之前 昨天咱比較多一點點的廢伴呢 也是在這裡還是維持區間嘛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是不是見底了 好我們就直接來看 因為現在這種盤勢 我真的有說 我們現在好不容易在這輩子裡面 遇到一個亂世 那到底現在這個亂世呢 是不是能夠就把它淡化掉 就把它結束掉 所以據說現在也都沒有答案 我說這裡有點詭異的地方 詭異在哪裡 我講給你聽 昨天的歐洲股市為什麼會大漲 因為烏克蘭總統 他有說他不再堅持烏克蘭加入北約 老實講我是覺得他應該也死心了 到現在為止你北約也沒幫我什麼嘛 是不是 好 可是你注意看 這則新聞 他在昨天早上的11點多的時候 在網路上就看到了 那你想想看嘛 昨天早盤快接近中午的時候 11點多 這則新聞出來的時候 你亞洲都還在開盤 結果亞洲股市除了台北約 這股市昨天有跌升反彈之外 什麼日金啊 中國股市全部都是跌的 有沒有 那昨天拿完股市應該是修飾了 所以你會發現到 亞洲盤它並沒有去反應什麼 俄羅斯總統講 不要不堅持烏克蘭加入北約嘛 對不對 那可是在整個歐洲盤一開盤就大漲了 認為說這個已經開始有淡化的跡象 有核環的跡象是不是 那是不是這樣呢 好我們再仔細來看 歐洲盤是4點多鐘的時候他開盤嘛 你看齁 這個在昨天下午5點半左右的時候 北約還警告俄羅斯說 如果你攻擊烏克蘭的補給線 勢同攻擊北約 這到底在搞什麼 看起來這則新聞是利多嘛 看起來 你還怎麼說啦 看起來這則新聞是利多嘛 但是你亞洲盤沒有反應啊 歐洲盤反應 那這則新聞呢 不能算是利多吧 對不對 可是呢 歐洲盤還是長啊 結果到了昨天晚上的時候呢 昨天晚上差不多快10點了 9點多的時候 俄羅斯講了 美國已經擺明向我們宣戰嘛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到啊 啊到底這事結束了沒有 還是沒有結束 說句實話我現在也不知道 但是呢 現在市場比較關注的就是 今天在整個市場都在看嘛 就是俄羅斯跟烏克蘭的外交部長 好第一次啦 有個外交部長 那個比較部長級的都已經出來了 然後呢 在土耳其的一個談判 好第四輪 前面三輪也沒什麼結果啦 好所以呢 市場就在等了 啊到底這個地方會不會有談判 拒絕美方所有的提案不讓 俄烏衝衝突降溫 有沒有 現在所有的事情都卡在哪裡 不是烏克蘭了啦 現在是 俄羅斯跟歐美之間的問題啦 好所以呢 這到底這個經濟制裁啦 會不會一直在延續下去 那到底在土耳其的談判會不會有結果 好我們就等嘛 現在美國盤也沒有漲啊 也沒什麼動啦 其實現在大家都在等待 好 當這個新聞一出 就是說當昨天的歐美股市出現反彈之後 那我們也會發現到啊 一些市場上的避險資金啦 欸有些商品就開始跌下來嘛對不對 好我們來仔細看齁 昨天的北海布蘭特原油喔 一天就跌了13% 之前一路大漲嘛 是不是一天就跌了13% 對不對 那是不是戰事要結束了呢 好各位我們來看量 你去看齁 整個量呢 昨天稍微有多一點點 但是這個量呢 比之前啊 在那個前面那個低檔的量 都還要來的少 所以呢 這不代表著說啊 之前的避險資金啊 它全部跑掉 因為它沒有明顯爆大量 如果說明顯爆大量 代表說什麼 哇沒有事了 避險資金趕快撤出 可是呢到現在為止你會發現啊 避險資金好像也沒有什麼跑啊 對不對 昨天量多一點點而已啊 可是比之前的量 那個低檔的量啊 都還要來的小 那是到底是戰事要結束嗎 看不太出來 好我們再仔細來看齁 昨天的黃金也有稍微壓回啦 跌了2.8%啦 不過這波整個黃金上漲是蠻 不會說那種突然暴漲啦 就是說它很明顯的就是一路的往 底部就一路一路的墊高啦 那但是因為黃金看不到量 沒有關係 我們仔細來看 這兩天你會發現到嘛 因為這個戰事造成什麼 妖孽說都出來了嘛 孽兩天暴漲了250%嘛 兩倍多嘛對不對 那昨天涅應該要跌嘛對不對 好我們來仔細看啦齁 你看喔 昨天的涅啊 跌0.03% 無量沒有量 有沒有沒有量啦齁 你仔細看啦齁 我們再舉例來講 習昨天呢跌了9%多嘛 很大的震盪嘛 都沒有量 有沒有 你看喔 銅跌下來呢 也沒有量 那可見到說到這個時間點齁 整個市場的避險資金啊 雖然遇到整個戰事 到底情況不明的情況之下 它雖然昨天有震盪 可是還沒有完全跑 還沒有完全跑 因為說市場全部都在等待 所以你跟我說 到底這個盤 到底是不是真的見底了 我明確跟你說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現在從 國際金融的角度裡面來看 剛不只看到什麼石油嘛 鎳啦 銅啦 錫啦 都沒有爆量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間點從國際金融來看 至今沒有完全測出 OK 好 那我到底要怎麼去研判這個盤齁 這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講的重點 因為你現在 如果說我們要去等那個 今天在土耳其的和談 到底能不能有一個結果 可能晚一點再看吧 你也看得到啦 所以也不用我再跟你說 只是說最近的盤 都受到消息裡面干擾 很討厭啦 但是我要提醒各位 所有避險資金的量都沒有出來 所以情勢很不明 那情勢不明的情況下 你不要忘記說 今天晚上的聯準會 他要公佈CPI 對不對 如果你這支原物料全部上漲 你CPI到底會飆到哪裡去 我們大家拭目以待 晚上應該就知道了 所以你從整個CPI CPI未來預期應該是 飆到哪裡可能很難想像 但是聯準會的升息是確定的嘛 所以你會發現喔 最近一些避險資金 之前去買債券嘛 對不對 造成殖利率下跌嘛 債券大漲嘛 可是你會發現最近的殖利率呢 它也跌不下去 對不對 這代表什麼 因為聯準會要升息啊 所以當你聯準會要升息的時候呢 未來這個盤就算好了 二五的戰士真的緩和了 就算剛剛結束好了 股市一定會急談嘛 之前跟大家講過啊 大家都是這樣跟你講嘛 大家都講屁話啦 不用講你也知道嘛 是不是 可是急談是不是就一路回升呢 你還去看啊 那個未來的升息的一個情況嘛 因為之前聯準會主席就說啦 三月中應該是升息一馬啦 因為不敢再升太多啦 問題是之後呢 如果說真的有那種緩和現象 它會大幅升息嘛 對不對 所以咧 如果你就算戰事有結束 那你未來的美元大漲的話 還是會把資金吸走嘛 你看 美元昨天震盪一下也都沒再跌了 是不是 所以咧 如果美元還是在這個時間點 是比較偏強的話 當然我跟你講 跌升就只是反彈而已啦 真的就只是反彈而已啦 那現在因為受消息裡面的干擾 到底是見底了 還是見鬼了 好我們大家再看嘛 因為很多東西沒有答案啊 我也沒辦法給你答案啊 依照目前所有的避險商品來看 還是注意一下啦 不要 不要說每次都在那邊猜底猜底 然後每天在想說底部來了 底部來了 各位我們來仔細看齁 其實這一步的走勢到這裡齁 我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齁 因為如果你有看我節目的話 我都會去跟各位去講 未來這個盤到底它會出現什麼樣的變化 你看齁 你看齁 我2月17號的時候啊 你看齁 2月17號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那天我在節目上面的測標跟你講說 這個地方會走什麼 多空 雙八盤 什麼叫多空雙八盤 就是說你做多也不對 你做空呢 好像也逃不到便宜 什麼意思你來仔細看齁 台北股市呢 這兩天好不容易談起來了嘛 對不對 可是你想想看齁 從今年1月份開始 台北股市大跌了2000點 是不是 我問你齁 跌2000點 台股到目前為止 真的是一堆股票 在這邊一直讓你看到創波段低點 你看啊 很多股票一路在創波段低點嘛 一路在創波段低點嘛 對不對 所以大跌2000點的過程裡面 你想想看嘛 這一段過程裡面 一堆老師都跟你講 每天都要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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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有標股 不用講了啦 這一定都是騙人的啦 這哪一堆股票創波段低點 你每天都要買 跌了2000點 你還說你賺錢 你會相信嗎 不會啦 好 那各位 那重點來了 好啦 既然 既然 不要一直凹多嘛 可是你會是看得到喔 最近很多人啊 一路凹多的全部都死了 好啦 凹多又死的話 那乾脆就忽多忽空嘛 有沒有 那你這忽多忽空 你就跟你講 這叫追高殺低啊 什麼意思 你來仔細看啊 很多老師之前一路 一路跟你講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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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好 講到後面受不了了 為什麼你看喔 很多股票到現在為止喔 你看 你說彈到哪裡去 你高點買的到現在為止呢 早就會很死光光啊 有沒有 高點買的到現在為止 全部都死光光啊 位數也是一樣嘛 你高點買的到現在為止 也都死光光啊 是不是 你後面再去買一些 有的沒有的股票 比方說好了 這些股票 你買在高點到現在 你怎麼可能會賺錢 有沒有 你買在高點到現在 怎麼可能會賺錢 到現在為止 很多股票都這樣子啊 一路跌一路跌一路跌啊 是不是 好啦 那既然 做多賺不到錢 那我看空好了 好不好 問你啊 這兩天你也討不到便宜啊 空什麼也不敢講啊 有拿出去笑跟你說嗎 沒有嘛 互托互空嘛 是不是 我就說這是最高殺低啊 還更好笑的 這裡去看空的人 結果開始翻多了 一翻多之後 台北股是大跌了 好啦 今天談起來 可能很大聲 也沒有用啊 這樣還是套牢啊 就是那邊最高殺低啊 所以我跟他講 忽多忽空就是最高殺低嘛 好 那重點來了 那跟我之前跟你講的 先走多空雙八盤有什麼不一樣 你會發現到 最近這種盤 一下大漲一下大底 做多也不對 做空也不對 到底要怎麼做 好 那各位 怎麼做 你還是跟著做比較好啦 所以說我會員持股不多 大概兩檔到三檔而已 我沒有很多股票 但是我們會在特定的時間 幫你抓到底部的個股 我們用資金集中花的方式 就是要讓你賺一段 你想想看啊 台北股市這一段跌兩千點 我跟你說這裡在走多空雙八盤 我有忽多忽空嗎 你看齁 去年12月24號的時候 那時候過聖誕節嘛 我就提醒你齁 你看齁 12月4號那時候盤還有在拉喔 我跟你說你不要去 當最後一隻老鼠喔 去年年底的時候 12月28號的時候 你小心拉東出西溫水煮金 我喔 有沒有 這段在拉高的時候你拼命買 我叫你趕快賣 有沒有 1月17號 1月17號在哪裡 在這個位置區啊 那時候我還跟你講喔 近日要提防到頂走補跌 一解王盤 結果呢 台北股市就開始先跌 有沒有 好 過完年之後 台北股市雖然是彈啦 可是問題是 我還是跟你講啊 台股補跌壓力大啊 為什麼 因為你國際股市的結構是偏空的啊 所以那時候我就提醒各位啦 你小心城市交易的停損 賣壓會出籠啊 結果你會發現 這兩天一破半年限之後 整個量都全部跑出來 因為沙盤出來了嘛 是不是 好 如果惡物的戰事 他還是沒有辦法撿 我還是要提醒你啊 城市交易的賣壓是已經出來的 但是 我3月8號有跟你講 如果要判斷底部嘛 我說你要去判斷底部 要用籌碼面 你現在整個籌碼面啊 你融資沒有什麼撿啊 你昨天還真嘛 對不對 所以那籌碼還不是很穩定喔 所以你操作不可以亂做啊 不能 不要去學那個齁 每天叫你買 疊兩千點啊 每天叫你買 每天都低點 每天都低點喔 我跟你講齁 總有一天是低點啊 可是問題是灰原死光光啊 你有那麼多錢可以買嗎 沒有嘛 所以 什麼樣有效的去運用你的資金 這才是關鍵 那我一直跟各位講過 其實我們操作是蠻謹慎的啦 因為遇到這種盤 起碼 我還有點國際觀啊 好一堆老師什麼叫國際觀 我們不知道啦 那我跟大家講說 我一直把你辛苦賺的血汗錢 當作是我的責任 那我沒有亂做啊 去年我們會員都是賺錢的啊 到今年啊 過完年到現在為止 已經一個月多一點啊 我會員還是賺錢啊 我舉例給你看 會員怎麼做 我們全部都 我們都會在節目裡面怎麼跟你說啦 好那我這個地方我也不會去互多互空 或者是找一些不是會員的股票來跟你講 很多東西的操作 它都跟國際金融有關 所以我說我一定要帶給你的是國際觀嘛 那你想想看啊 台北股在這一波的時候 我一直跟他講啊 你要懂得去抓資金避風港 是不是 好那什麼叫資金避風港 各位你注意看嘛 之前跟你講過黃金嘛 我們春節前 春節中間那個假期之前 我就一直在跟你講黃金 我跟你預告的是什麼 加龍嘛 有沒有 2月8號這裡買 2月16號這裡買 你說標股在哪裡 我說標股在我家啦 標了快七成了 還不標 而且我們都買在底部嘛 對不對 好那再來 還有另外一檔 它叫做什麼 金避鼎 有沒有 2月8號叫你買 2月17號叫你買 我們都有coaching給你看 標了一個波段兩成之後 我們高點獲利嘛 獲利完之後呢 我在3月1號的時候 我跟他講 下一檔的加龍金避鼎 我跟你講還是金避鼎 為什麼他有拉回啊 那時候我都拿抽線給你看嘛 有沒有 然後呢 我們在3月1號壓回的時候呢 我建議會員啊 我說金避鼎34.5 附近把他買回來 我又沒有叫你追啊 是不是 你也不要說你不知道啦 因為如果你有加入我們 這個Light Edge的話 你注意看嘛 3月1號 你看這3月1號嘛 時間是盤中10點半嘛 有沒有10點36分 那時候我就說啊 之前在低檔提示的黃金概念股 加龍跟金避鼎 會員高檔調節後 會找低檔買回來 因為黃金續找 3月1號就告訴你了 那你不知道買就沒辦法啦 你看我們的會員 這一段賺21% 低檔買完高檔調一調 這樣子加加起來多少 超過三成 有沒有 好 那再來 石油概念股裡面 我也跟各位講過什麼 說話嘛 新春開放盤第一天 我們就開始低階啦 拉高我們就獲利調節嘛 低檔接嘛 拉高我們就獲利調節嘛 是不是 調節完之後 我們再去買下一檔 不是說每天叫你買 每天叫你買 或者是呢 之前的會員全部套牢了 不管了啦 新會員你再繼續買 不行這樣子做啦 因為持股越來越多啦 你也沒有那麼多資金啊 所以很多會造成什麼 你的老師電上講的股票 你都沒有 不是嗎 那這些個股呢 高點賣掉之後呢 我三月八號跟你預告嘛 油價上漲收匯股嘛 我跟你講嘛 是太陽人 是不是 好 那各位你再仔細看 不要跟我說你不知道 因為三月八號的時候 有時候 9點25分 我就跟你講 油價飆漲有一個族群會 就是油價上漲收匯股 我那時候就已經把圖形 修上去了 有沒有 是不是在這個賴裡面 我們都提早講喔 好你再注意看 会员在3月8号的时候 我们就把亚聚台聚 上周获利的资金 去买太阳的嘛 213嘛 很好买 要买多少有多少 好那再来 昨天联合再生 就突然大涨起来啊 那你也不要跟我讲说 你赚不到 为什么 你看哦 昨天3月9号嘛 时间点9点07分 你看一开盘 我又跟你讲 这一场叫做什么 联合再生嘛 是不是 所以你昨天一开盘 你买进之后呢 你还是继续赚啊 那当然你今天会回答我说 啊老师啊 你今天的股票有跌下来啊 是不是 对啊有跌下来啊 跌2%多 是不是 我第一场买啊 我跟你跟你讲 没有结束哦 就算那些跌2%多 我的会员又买得够低啊 我们现在还几乎是 赚于资产停满左右 10%啊 那我说为什么他没有结束呢 你来仔细看嘛 时间快到了 我说要讲快一点 因为前一天上POWER的股价 涨18.7%嘛 你昨天油价跌 可是问题是 昨天的上POWER还涨啊 没有跌啊 另外一档 太阳人前一天涨14%嘛 这档个股昨天也还是涨嘛 又创进去新高嘛 那为什么会这样 答案出来了啊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这是整个俄乌的战事啊 你欧洲都要用到俄罗斯的天然气啊 你现在找不到别的地方再给你天然气了嘛 是不是 所以呢 欧洲能源爆贵又短缺 这个设备超抢手 什么叫这个设备 现在他们都在盖什么 都在什么 在公司的屋顶或户外空间装什么 太阳能板啊 这样未雨绸缪啊 所以怎么会结束嘛 所以你要怎么样去把你的资金集中化 怎么样去找到对的股票在低档进场去买 交给我了 我就在做这个工作 好不好 但问题是如果说在这段期间里面 你都赚不到钱 你老师讲的你都没有 要不然就忽多忽空 我建议你跟着一起来 好不好 体验价 绝对不增加你的负担 怀你来电咨询 祝他超顺利 我们待会再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独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独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车祸现场拍照 录影五人则 车祸发生五人受伤或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 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 一并摄入 四 拍摄碰撞点 车损部位 及掉落物等击阵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啦 欢迎回到现场 台北股之间大涨 但是是不是真的见底了 刚刚我们有把整个盘事 跟整个情势跟他做过分析了 是不是见底可能还很难讲 那这地方还是会受到消息边干扰 但是美元会给答案 我们刚刚都分析过了 这里操作 切记 忽然忽大涨忽大跌 你就不要忽多忽空 你会追高杀低 如果你今天掌握不到股票的 我帮你资金集中化 我就让你去赚一个波段 虽然我们持股不多 我们都一段一段地做 帮你累积财富 认同我们操作方式的 体验价 绝对不增加你的负担 欢迎你来电咨询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运达投资 核心操盘团队 投资您不再逛赌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投资 核心操盘团队 投资您不再逛赌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投资 核心操盘团队 投资您不再逛赌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你以为是糖果 咖啡或奶茶 可以提神 其实这些都是毒品 新鲜毒品 以可爱包装 混入多重毒品 让你降低戒心 小心这些 好奇仪式 青春仪式 防毒反毒 不碰毒 早前 听